今天前任财政部部长自由党副党领Raf Goddell在列治文山向华社商界精英介绍自由党对加拿大未来经济发展的计划 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自由党副党领Raf Goddell表示 由特鲁多带领的自由党上台的话,会出台一系列改革来刺激经济增长并且给加拿大带来真正的改变 在会议上,自由党的候选人详细地解释了这个计划,列出了以下几点 1. 自由党将会投入600亿到基建设施,从而增加就业岗位 2. 自由党将会把中产阶级的税收税率降到7% 3. 自由党将会投入7亿7500万到工作技能训练来帮助人们找到并维持自己比较良好的工作机会 4. 自由党会投入更多的钱在创意产业来刺激经济增长并增加中产阶级的工作 数名在场的华裔联邦国会候选人江邦顾、陈嘉诺、陈胜源等和几位其他的自由党候选人都表示 自由党当选势必会给加拿大带来真正的改变 未经许会 感谢观看